我不是說過除了我會剪頭髮之外 這隻狗仔也會剪頭髮的 大家認不認得她是剪了頭髮 還是又已經亂了 她現在的肚子很光亮 為什麼這麼慘 不疼了 我塗了唇膏 不疼了 哈哈 Hello 大家好 我是Hidy 上次我講完自己不滿意的髮型之後 我真的去剪頭髮 聖誕前我盡量把長髮的影片全部推出來 所以接下來會有新髮型 大家在更新的狀態 不會太多長髮和短髮 不知道大家會不會不習慣我這個短髮的樣子 其實我每一年冬天都會剪短 夏天又會長回來這個位置 然後又會再剪短到鎖骨 循環不適的這個習慣 所以如果你不喜歡我這個短髮髮型的話 不要緊的 過多三四個月就會長回來這個位置左右 其實這條影片也不是探討我的髮型 這條影片就是做一個開箱的 這個開箱是我意料之外的 其實我平時買東西通常買回來就忍不住開 所以很少我會拍這類型的開箱片 但是因為這次我放了上IG 然後大家都說想看開箱 我就忍受到今天了 是什麼呢? 就是這個紙袋裡面的東西 每一年12月 Chanel都會有聖誕的包裝 每一年他們送的花花都是不同的 今年就會是這個白銀色配搭的花花 我本身以為是紙袋上才有的 因為我很少買這些貴牌子的東西 所以孤流寡聞一點 然後原來裡面是超漂亮的 大家如果有看我IG 應該都會看到裡面的盒子 我是完全不捨得拆到 連這裡的絲帶都沒有剝出來 因為我覺得它整個包裝真的很漂亮 大家可以看看這個盒子 是不是包得超漂亮的 據說每一朵的生茶花都是獨一無二的 我不知道是巧合還是真的 就是這個盒子上的那朵生茶花 是足足大紙袋上一個圈 所以這一朵是蠻巨型的 我現在就拆盒了 聽說去年是藍色絨的生茶花 今年就是白色銀色 還有有些人會把它改造成頭髮的髮圈 或者是一些深厚針 但是我自己就沒有計劃 究竟是做成什麼 還是放在這裡當裝飾 也有朋友問我 究竟買滿多少錢才會得到這朵生茶花 據我所知 就是今年12月31日之前 你在Chanel專門店 不是彩妝店 是真的買手袋的專門店 買任何東西都應該可以 要求它做這個聖誕的包裝 就會有這個生茶花 而這盒裡面是什麼呢 就是在這個絨袋裡面 就是一個卡片套 讓我剝開裡面的紙皮 它是2019年的早春系列 我不知道是哪個collection 但是我覺得它挺有趣的 最後就入手了 給大家看看近鏡 它是軟屬的羊仔皮 跟平時的有什麼不同呢 就是它的零格線 會有三種不同的顏色 有粉紅色 淺藍色 和深藍色 而它旁邊這個位置 也包邊了粉紅色 淺藍色 和後面有深藍色 就可以對應它的車線的細節 其實一眼看完 就會有一格 中間有一格 後面有多兩格 其實我都不太懂得拍攝 這麼獨特的開箱 我不知道有什麼可以說 說一下我買的過程 大家聽到我的聲音都知道 是差一點的 因為我還未病好 我就是請病假 那一天去看中醫 因為中醫在尖沙咀那邊 所以我就要在中環那邊 轉地鐵去尖沙咀 途經Chanel 我媽媽就說 你經常都想要一個卡片套 不如進去看看吧 我原本都只是 深繫於一個 羊仔皮金色扣 最經典那款 而現在又是缺貨的 所以我一直都在等它 什麼時候回貨 之後我就看到這個 我第一眼看的時候 都沒有特別喜歡它 我覺得不夠經典的 後來我就看到它的車線位 比較特別 還有它的呼應的感覺 就突然間激發起我 很想擁有它的耳肉 而且中環是沒有了 然後他就跟我說 你可以去廣東道那間的Chanel 去看一看 他說電腦好像看到有 反正我的中醫都在尖沙咀 看完中醫就去到廣東道那間 就問他真的有新的了 沒有理由買這些 沒有新的 只有Display 你都會想要的 我給得起價錢 當然是想要新的了 對吧 那說回價錢 如果我本身想買的Classic 就是2600的 而這一款就是3000元 因為它不是常有的款 應該買完這一季 就不會再有了 所以應該是因為這樣而貴了幾百元 而如果你問我會不會覺得 3000元買這個卡牌很貴呢 那當然它是貴啦 但是之前我看到一個朋友 雜邊用一個又是Chanel的髮圈 我又是覺得很漂亮 我去問那個店員 問他有沒有貨和售價多少錢的時候 那個是膠來的 然後一個膠托上面兩個C字 然後他回答我那個要3000元 我突然間覺得這個皮造的卡牌超級抵 我知道我這個心態在這麼高檔的品牌上 不應該存在 但是我實在是一個主婦 所以我會好好珍惜這個卡牌 應該會用足三五七年 所以不需要擔心我會貪身亡舊 很快又會換上它 我一定會用到它爛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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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爛 裡面寫著Made in Italy 然後是RP Gkey glitter weight 這邊也是品牌Logo 前面是藍色的 後面應該是深藍色 我買的時候也沒有看得太細緻 原來裡面也是用了這三種顏色 真是挺漂亮的 這次我這短短的Chanel開箱就來到這裡 如果你喜歡這條影片記得按LIKE 訂閱我的頻道 我每個星期都會上載兩條新影片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